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早上七點出門準備一天的開始 從地鐵借金本町站搭到地鐵北濱站 再轉乘金板電車到福建稻河站 一出車廂到處都充滿著珠紅色的柱子和狐狸裝飾 從車站步行到福建稻河大色的路口只需要5分鐘 只有一條街道的距離 真的蠻近的 福建稻河大色位於京都府京都市福建區的稻河山 建於西元711年 是全日本三萬間稻河神社的總本社 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 是造訪日本古都京都必訪的景點之一唷 進入千本鳥居的方向是右近左出 穿梭在綿綿不絕的珠紅色鳥居之中 真的有種說不出的特別感覺 獨特魅力的珠紅色千本鳥居 吸引了不少全世界的遊客前來朝聖 據說這裡的鳥居不只有一千座喔 而是超過一萬座呢 漫步在此真的覺得超級壯觀的 福建稻河神社主要是侍奉 以羽家之玉魂大神為首的諸位稻河神 自古以來就是農業與商業的神明 每年都會吸引大量的鄉客前來神社祭拜 祈求農作豐收、生意興隆、交通安全 福建稻河大社成為京都地區鄉火最盛的神社之一 起源於江戶時代的習俗 前來此訂許願的人們 往往會捐款在神聖境內樹立一座鳥居 來表達對神明的敬意 使得福建稻河大社的範圍之內 樹立著數量驚人的大小鳥居 而以千本鳥居之名聞名日本全國及海外 捐款樹立鳥居的單位包含個人、公司行號 還有各地的商會組織 目前現存的鳥居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年間 這周圍很好逛 有禮品店、各種商店、小吃店可以逛逛 我們買了好吃的鯛魚燒 接著往福建稻河車站走去 準備前往下一個景點 來示範 圈邱喆 庸上傾斜鐵道 最早是座為輔佐溯水稻運送物資使用 位在京都南禅寺的附近 京都南禅寺是林济中南禅寺派的种寺 为日本禅宗的最高寺院 也是京都规模堪称首屈一指的寺庙 水路阁是以红砖建造而成的欧式水稻桥 于西元1890年明治23年 为了将枇杷湖水引进京都市区里的枇杷湖输水 而建成的 由于拱桥形的桥像风景很适合摄影 因此吸引许多年轻人和国外观光客前来拍照 这里一年世纪有不一样的美丽风景 搭配优美的寺庙建筑与庭院 很值得亲自前来品尝南禅寺的美 结束南禅寺的行程后 我们就前往京都市区 沿途空庆清新风景明媚 喜欢这里悠闲自在的氛围 白天探访完京都必去的景点之后 当晚我们就会安排来新晶级商店街采买 景天满宫位于新晶级通景市场的南端 这里有卖宠物预售 既是学问之神尖元道真宫 相传建于西元1587年 景市场位于景小路通 这里可以买到每日直送的海鲜肉品 京都的蔬果等许多在地特有食材 以及各式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有京都的厨房之称 来到附近一定要来这观光哦 吃完好吃美味的明代猪排后 我们就在附近的商店街逛逛 有手作坊 还有可爱的狗狗衣服也 这附近真的好好逛哦 结束今天京都的行程回到大阪 期待明天新的旅程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档哦